很多很多人都问我说穷人如何来创业啊 今天我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这个问题 穷人怎么创业呢 穷人顾名思义没有钱的人 对吧 那么我想问问所有所有就缺钱的人 说你没有钱 你缺钱 你还缺可爱吗 就这一句话你们好好想一想啊 我没有钱 我是穷人 我缺钱 但我还缺可爱吗 很多很多现在的穷人既没有钱 又不让人家可爱 很讨厌 那你就穷一辈子 你不管你学什么思维啊 方法啊 工具啊 你学什么你都穷 因为你本身就没有钱 你还缺可爱 但有些情人他就能够赚到钱 为什么呢 他很可爱 可爱 是商业社会当中 是社交化商业社会当中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呢 杀手锏 我们想一想 我们去幼儿园 是不是看很多很多的孩子 我们都有一种欢乐的感觉 可爱啊 我们为什么养宠物啊 你看 养狗哎 很多人说什么 说狗比人强 为什么是狗比人可爱 狗比人懂事 所以可爱的 是穷人翻身当中 最后的那个什么 裤衩以下的那个东西 不信想想 很多很多人真的不让人家可爱啊 你要让自己可爱起来 什么才能够让自己可爱起来 第一 别谩骂别人 比如今天看了我这条短视频的人 说你就是个扯淡 你可以内心的来想 你不相信就算了呀 对吧 但你别骂呀 哎 一骂你就变得不可爱了 那这种不可爱 一旦养成了习惯 你生活当中的朋友 也就没有你所能够看上眼的了 你看上眼的那个都跟你一样 叫物以类聚吗 是不是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是你要说点你身份之内的一些朴实的原始的实话的一些东西 你别在自拥有选手面前摞股袍 就是你会发现可爱的那些那些人 比如卖农产品卖的好的 像那个做这个短视频做的好的那些人 他没有什么文化 对吧 你看九妹 是吧 多可爱 多真实啊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有什么装的呢 不做作 很自然 很自信 不卑不亢 是吧 这种真实的 反而一样一种可爱 是不是 还有一种是什么 是你现在的处境和现状能够激发别人对你的一种什么呢 一种恋爱 不是可怜 是一种恋爱 说你现在呀 让我们感觉到 活得很不好 但是你活得喜气扬扬 这也是一种正能量 你但凡掌握了我所说的这四种方式 你就会让我们感觉到你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我们就会向可爱的人敬礼 敬那些可爱的人 这是我们穷人创业最根本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内功啊 你们有吗 很多人没有 我是孙文贺 每天给大家分析和分享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在此头条下回复和留言 我会及时跟大家沟通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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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